计算标准 所谓的增减体重 所谓的增减体重就是说 到底他应该要增胖 还是应该要减肥 这个地方的话 因为这个小学 必须要知道一个指标 所以 他说标准体重减掉体重 就是所谓的增减体重 所以游标先放在I7出生格 然后公司就是把标准体重减掉体重 他目前的体重 标准已经50 那他应该增胖5公斤 所以等于什么 等于 他的标准体重 再减掉他目前的体重 打个勾之后的话 这边就会出现他应该要增加或减少 不过你会发现因为增减体重上面已经有格式 所以按右键除了格式 把他的格式恢复好了 恢复成通用 通用是预设的 你会发现5公斤 像下填满 你会发现 马上就会有 他应该要增胖 或者应该要减肥 那如果是减肥的话 这边要减到29公斤 所以他 他90公斤 OK 然后他的标准应该是61公斤 他减这么多 可是跟刚刚一样 如果说你希望 增减体重能够一目两 因为现在 虽然看数字 也不会 说 很大的负担 不过如果可以用图形化的话会更好 所以好像这一集 我觉得可以用刚刚我们教过的 游标放I7 感受器的向下 可以做什么 设定格式化条件 资料横条 比如说我随便用一个建成 你会发现 一目了然 这样看起来就很清楚了 到底应该增胖多 还是应该减肥多 你会发现 看起来好像要减肥的比较多的样子 还是一半一半 有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如果你不希望说让人家可以 就是说还要再 看到那个数字 还要再转转个弯 那倒不如用什么 用这种图形化的方式来呈现 会比较容易理解一些些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所以今天 不过 症状考试不是考这个 我只是讲说如果我想到的OK 然后把它控制自己恢复一下 那他希望做出来的效果很麻烦 所以这一题最难的地方应该是这个地方 他要做什么 设定格式化条件 那个格式是什么 这等一下 应该 我们先做这个 平均比较简单 平均的话 他说把身高 体重 标准体重增减 这总共有四个栏位 做 所谓的平均 然后还要说什么 物更改 原格式 设定 反正 第一个游标先放在哪里 放在下方 平均的话 在这边做平均 有四个栏位 要做平均 所以我建议你刚才一次选 四个储存格 平均的话在哪边 上面有自动 自动 加总有一个上 其实旁边就有一个所谓的平均 你就直接选 选下面这个地方 四个储存格 选完之后直接按平均值 他就会帮我把上面的资料全部平均了 这样是最快的 而且 比较不会出错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就是说 他要做一些格式设定 什么格式呢 自行 换这一个 然后出题显示 背景的话 要用那个 橙色填满 所以分别三个动作 一 我们先换一个字形 他要我们换这个 这个 OK 一 二的话 他变出题 出题 已经是出题了 OK 所以不用改 三个的话 那我们 要把这个 哪个地方 这个 背景部分改成成色 背景改成 背景在这里 这个是填满油漆桶 那橙色的话 就是这个 橙色 OK 这样就完成了 好 第三个部分 第四个部分 他主要是希望怎么样 做出的这个增减体重 不要显示成这样 而是希望显示成什么 第四 他如果是正数的话 那要显示几公斤 像哪些 像这个五公斤 就显示 五后面加一个公斤 那如果是负的话 他就显示成什么 他是希望 显示成红色的 而且要减几公斤 那如果是刚好为零的话 那就显示蓝色 完美身材 那怎么做 这个地方 最难的地方 实际上 这个方法其实 比较少用 不过如果正常考试考到你 你还是要把它记一下 第一个 记得 把这个范围先选起来 选的话 因为最下面这个不要选 所以你就 按Shift键 点到I61 第一个 先把范围先选起来 二的话 滑鼠 放在这上方按右键 储存个格式 最关键的地方来 在哪里 自定 自定 我要怎么自定刚刚好 按照他的题目要求 第一个 如果我说我是正数的话 特别注意 他这边有三个东西 正的 显示几公斤 几公斤的话 如果里面的数字 在这个公式里面就零 零的话指的是那个数字 后面加公斤的话 请你直接就输入 公斤的文字 文字的话 前后一定要加算 所以这边的话就公斤 这样子 按确定 不过你会发现 他这边会出现 正跟负都是 几公斤 但是 他希望说 正的是几公斤 负的 负的 就变成什么 红色 而且前面要做一个字叫减 减几公斤 所以这边的话 减几公斤 就这个 减几公斤 所以这个地方要怎么做呢 再次 滑鼠右键 出现个格式 接下来特别重要 如果是正的 就零公斤 如果是负的 请你中间加个分号 分号表示说 后面的资料 如果那个除尘格里面的负是负的 负的话 第一个我们要红色 所以红色怎么加 这边 这边也有了 红色的话记得 中瓜 然后里面的话输入红色 OK 这个就颜色设定 再来的话 减 减的话一样 减的话一定是一个字 所以你就打个减 前后一定要双套 减 反正文字前后一定要双套 然后几公斤的话 你就把前面 零公斤 复制 贴到后面来就好了 就 字变成红色 然后减几公斤 这样应该可以看懂的意思 按确定 有没有发现 只要是负的 变红色 而且前面变成 减几公斤 但是问题来 里面好像有零公斤 零 刚好如果零的话 零就在哪里 里面有个零 零在这里 他说零公斤 就要变成 蓝色 完美 身材 不要显示 因为零的话 都不用显示 他到底 要减几公斤 所以零公斤就要变成蓝色的 完美身材料 怎么做 按滑鼠优点 再进到里面来 最后的话 这个是正的 分号后面这个是负的 如果是完全相等的话 再一个分号 分号蓝色 一样 如果颜色的话 在这个公式里面一定是中瓜 所以你就输入蓝色 我字要是蓝色的 然后后面要加四个字 完美身材 如果是字的话 钱购一定要双 然后加什么 完美身材 大功告成 非常麻烦 有没有 但是其实不是完全不能理解 因为它有规则性的 意思就是说 如果第一个资料的话 就是所谓的正的 如果是 分号后面的话 这个是负的 这个的话 是完全一样 就是0 中间加分号 中间加分号 颜色的话 就是中瓜胡 文字的话 就是前后双号 如果是数字的话 就补一个0 就那个数字的意思 OK 大概是这样的规则 所以 其实 如果你知道规则的话 那应该 应该考证照的时候 我想应该就把这个位置打出来就好了 OK 好 那按确定 理论上应该就 大功告成 完美身材 OK 这个就是它要的结果 就是这一串 我是怕说 你们知道自己打的会打错 而且打错一个字都不行 我常遇到的同学应该是哪个地方 双引号 双引号 这个双引号 0的话是它自己本身的文 它里面的数字 公斤是前后双引号 差一个双引号都不行 那 待会的话 一样 如果我怕各位做错了 我会把 最后做完的结果 放在也是一样云端上面 我把它贴到这边好了 如果 你们需要参考的话 你可以到云端白板上面找一下 跟那个 上个礼拜就是什么表 一样 旁边有个202题的 学生名册 那我会把 我做完的 那一个 画面 把它截图 贴到这边来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